嘿大家好,今天我来做一下这个Dash Mini Waffle Maker的一个评测 我大概是在那个Target买的这个机器,大概花了只要7块钱 然后它还蛮好用的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来做那个Waffle的食谱吧 今晚上我给大家做一个赞买粉Waffle的视频 好了,按照说明的比例,配粉还有水 然后再取出一部分的这个面粉哈,然后再添加蛋白粉 至少好像不太方便哈 现在是差不多一克 然后加入一勺蛋白粉 一勺蛋白粉浇进去 它那个 它那双铃书是一杯水,然后 我就用一半的水一半的牛奶,然后它吃得更香一下 三勺蛋白粉 它是冰 miles 然后它就为两个蛋白粉 它就算是冰可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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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算冰可酱 在这一开始 再加入一个鸡蛋 但其实你看它这个碳水化合物 它其实很高 大概是半克 就是有40多克 如果我们刚才放了两克进去的话 就相关于它里面有 这一锅里面有大概160克碳水 然后8克脂肪 然后大概16克蛋白质 但是我加了一勺蛋白粉进去 就大概有40克蛋白质的 还有一个鸡蛋 也要算进去 就大概有50克蛋白质 然后可能有20克脂肪吧 20-30克脂肪这样子 搅拌机开始搅拌 搅拌机开始搅拌 现在就可以开始热这个 挖佛机 它其实不需要油 因为它这个不粘锅 但就加点油的话就更好吃一些感觉 等它开始 等它这个开始warn up 就可以开始烤面包了 不要放太多 然后它把它那个 把它都会爆出来啊 你看拿东西压一下 压一下 烤个它就烤个大概3-4分钟 就就可以了 就看你想要多脆 然后就又可以 又可以拿那个很香的味道出来了 现在 嗯 看一下 嗚 好香好香 擦走 好啦 现在就可以了 继续下一波了 它这个其实功率只有大概300瓦 所以它是不会把这个烤焦的 所以越烤越脆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软一点 胸软的那个胸饼 你看你看 酷样子 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嗯 这个叫什么 这个 粉 去做puncake 是吧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松饼 它是这种 就松松圆圆的味道 啊谢谢收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